截止到周二上午 大修登地区病毒感染人数为 15,049人 384人死亡 5,678人痊愈 德州的感染人数为 48,693人 1,347人死亡 全美的感染人数为 155万6,006人 9万2,098人死亡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其他疫情方面的报道 德州州长埃伯特 周一宣布了 德州第二阶段的复工计划 周一复工的行业包括 儿童护理中心 按摩和个人护理 美容服务等行业 但员工人数不超过10人 或者25%的员工人数 并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本周五复工的行业包括 允许之前已经复工的餐厅 营业规模从25%提高到50% 同时允许酒吧 手工啤酒和品酒屋营业 经营规模为25% 此外允许开放的还有 保龄球馆、溜冰场、动物园 水族馆也对外服务 周日复工的行业包括 青少年俱乐部、专业体育赛事 要求没有大量观众参与 家长也需遵守社交距离 德州学区可以根据需要 自愿选择提供夏季的课程 但需要符合学区规定的社交距离 和卫生防疫程序 课程最好可以在6月1号开始 但不能要求任何学生到校上课 但是州长也表示 目前仍然有一些商业活动 暂时不能恢复 德州州长埃伯特 昨天宣布了第二阶段 德州复工计划之后 休敦市长特纳马上做出回应 他表示虽然乐见德州的商业 步入复工阶段 对许多德州民众重返工作感到高兴 但是这仍然需要大家 对疫情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 特纳市长也对近期 休敦民众的防疫努力 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表示感谢 莱斯大学校长布朗 在接受CN采访时表示 莱斯大学计划8月1号开学 校方将提供线上 和面对面两种教学方式 校长称 由于预测感恩节之前 会遇到第二波的病毒疫情 并会持续至冬季的一月份 因此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随时进行调整 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